第十次,最後一次了 前面的話,你會讓我每次上課都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清單 第一次到第十三次的清單 其實都蠻清楚的 那當然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最後一次你就不要 下個禮拜開始啦 你就可能把前面再複習一下 建議一定要實做啦 因為像這種課程 最重要並不是說你看懂了 其實看了即便懂你還是不會做得蠻多的 最重要是你要除了懂之外 還要真的能夠實做 而且除了實做之外,一定要熟練 熟練可能就要花一點時間去不斷複習 不斷練習啦 那怎麼樣才可以讓你很熟練 這個我想每個人方法不一樣 像我個人習慣的方法反正就反覆練習嘛 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 反正一直練習到最後就是很熟練 那當然很花時間,可沒辦法 一個專業的技能,養成真的不太容易 那你養成之後這就是你的資本 為什麼有人會 他的薪資酬就相對比別人高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別人沒有的專業技能 有沒有,你會的他 尤其是私自備的,他專業技能越高 其實他拿的薪資相對也越高 就相對是合理的啦 只是說人家會覺得說這個值不值 比如說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像爬蟲好了 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你要寫爬蟲 其實未來不管任何工作都跟爬蟲非常有關係 你會發現我這一次出國好了 不然說訂機票、訂飯店、或者是訂餐廳、或者是買東西 有沒有 等等你會發現所有東西基本上一定都慢慢走向虛擬 就是網路的有沒有 那所以你只要有資料的話 那勢必你一定會想說哪一個價格是最合理的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價格 甚至你比如出國還有換匯的問題 跟銀行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樣知道說哪一個價格是最合理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還是非得要知道這個訊息 那訊息如何取得? 其實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是在網路上面嘛 那要不然的話你就透過有一些像Agoda 譬如像訂機票的話 有一個像Fontime 有沒有 或者是什麼 Skyscan 就是一堆的那種幫你做查詢啊 或者是 那當然它怎麼做啊 其實就是爬蟲啦 那甚至說像現在AI一樣 AI怎麼取得大量資料 因為其實在AI它這個模型還沒有被成熟之前 它等於是一張白尺 有點像幼稚園小學生 小幼稚園學生 你要訓練他的話 你必須要提供給他大量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從哪邊來? 不可能憑空的來 所以其實前置作業很重要 所以以後你要訓練一個AI模型的話 那你第一個啦 你要餵給他什麼樣的資料? 你要必須先把資料先取得喔 那取得的方法啦 當然不可能說你用圖法律剛慢慢去做 所以有啊 有效的方法還是懂得去把你需要的這些網站 全部都把它找到 然後呢把資料呢 把它爬下來 爬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將來呢 再提供 不一定資料庫啦 你放一次也OK喔 然後呢 再把它做後續的那個AI的訓練 那當然你就會有一個資料的來源 不然的話你這資料從哪邊來? 那上個禮拜的話最重要喔 我們是拿了一個實際上的範例 因為我覺得喔 與其講再多的理論喔 倒不如直接秀給你看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直接拿那個TQC Plus的官網 來做練習 那當然我很希望說喔 這個TQC Plus的官網喔 當然以後就是不要變啦 因為現在最怕的是 如果我今天做了這個練習喔 那之後他TQC官網改版那就麻煩了 改版怎麼辦 你又重新要給一個規則 那當然也無妨啦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只是跟各位講喔 要怎麼樣能夠喔 快速的把 像這個TQC Plus這個網站裡面 第一個我們 上個禮拜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些 一個一個的 其實理論上他應該做成一個表格啦 那他就是現在很多 你會放在網站喔 他不是很喜歡用表格 他把它做成DIV 一個 一塊就是一個DIV 一塊就是一個DIV 那裡面分別有這些東西 那如果有三個 三個東西 一二三 我希望放在一二三三個欄位 那一二三一二三 分別把它抓下來放在eSail的話 那當然呢 怎麼做啦 當然你如果不會做 你變成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我前面講過啦 裡面你要複製 然後你還要貼到eSail 一個個貼 那裡面總共好像七十幾個還多少個 那你每天都要貼這些東西 要浪費時間 尤其是像現在很多的金融產品喔 其實都是網路上很多資料 那你要複製貼上很浪費時間 所以喔 你必須學會 所謂的那個 網路爬蟲 那網路爬蟲 其實爬取的方式還蠻多的喔 最早我們有講了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query table 那query table 它有一些限制 第一個 CSV的檔案OK 第二個的話呢 HTML裡面的tableOK table表格OK 但是呢 你會看到啦 像這個是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它實際上喔 你往上看 這邊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呢 它是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啦 這一個區塊 它是一個DIV 有沒有 那DIV 等於是一個 一個板塊 它不像是一個table table的話呢 它是一個表格 你就把table抓下來 query tableOK 但是以這一題來看就不行 所以啊 你必須知道說 欸 到底喔 這裡面有哪 每個東西有哪一些特質 那抓的方式啦 我講過來 這個上面這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是什麼 它是一個 上面這一塊 建築類什麼 建築設計領域這個喔 它其實也是一個DIV 那這個DIV的class name 是這一個名稱 所以其實喔 要不你就抓DIV 為優先 可是問題喔 在這個網頁裡面 叫DIV的實在太多了 怎麼知道太多啦 其實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要Ctrl-F 有沒有 你在這邊打什麼 小於符號DIV 你會發現總共471個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台詞 所以喔 如果你直接用DIV來抓 顯然不OK 所以如果DIV 如果抓標籤不OK的話 你可能要第二個方法 就是去找它的class 剛好它有class 還好 如果它沒有class的話 那真的就只能硬抓 你就要算它的位置在第幾個 你將來抓第幾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這樣算喔 實在是要算半個 我之前有試過 好像算滿久了 還是可以算到位置 那你只要把那個位置喔 的編號 因為它編號從0開始喔 可是我們現在這邊從1開始 所以你必須喔 最後的那個編號 等下減1 才會是它真正的位置 我記得好像算過耶 它好像算到這個位置喔 這個DIV好像是121啦 可是如果你將來編號的話 你必須減1喔 所以將來這個編號喔 它是120喔 就是你將來抓到的小瓜糊裡面 你要給120 它會抓到這個位置 OK喔 所以我們用這個 這個class 然後呢 這個底下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叫H4 那底下這個按右鍵檢查 這個叫small 所以我們分別知道它的特徵啦 所以只要知道特徵的話 那就分別喔 先把這一整個原始碼抓下來之後 然後呢 用什麼呢 用這個getelementbyclassname 抓這個 然後getelementbytechname techname的話 去抓這個 然後跟這一個 然後分別就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就上禮拜寫啦 所以那個程式應該還記得吧 在底下這邊這一堆啦 OK喔 那實際上呢 你只要先做一個之後的話 底下這兩個其實是複製貼上來改的 OK 這個叫getelementbytechname 給剛剛那個class名稱 記得喔 是classname 然後呢 在h4 在small 那這樣的話一run 你會發現喔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抓下來 OK 有沒有 這個應該在這邊 這個資料喔 把它先delete掉 那如果run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在上個禮拜的這個地方 OK 把它run一下 這個上禮拜講啦 所以我就直接run一下結果 有沒有 那其實它的 程式結構啦 裡面上就是說 上面這一段 是上面這一段有沒有 這個是清楚嘛 所以1234這些啊 其實就是把原始碼抓下來 那個網頁的原始碼 抓到這邊來 對不對喔 抓到這邊來之後的話呢 再產生一個那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就DOC就是document Document指的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文件 那我要把這個文件喔 把它去找到我要的特徵的話 我們就產生一個叫Document的一個物件 你會發現它在那個HT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就是 它 海事庫裡面喔 會有一個叫HTML的這個Document 就是用它 然後呢 產生之後的話 用來裝這個東西喔 裝這些資料 放在DOC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原始碼資料 就丟到這個 什麼呢 這個Document裡面有HT Body 然後有那個InnerTest 反正就放到這裡面來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喔 去找我們要的資料 哪些資料呢 包含就是